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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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请我们打开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 我们从二十一节读到第二十三节 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我写信给你们 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 正是因你们知道 并且知道没有虚谎 是从真理出来的 谁是说谎话的呢 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 这就是敌基督的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 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我们一同再有一点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因为有了你儿子的人 是多么有福气的人 但愿你借着这些话 帮助我们清楚地知道 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 你是如何地爱我们 你是给了我们多少的祝福 但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 更多地享受你的慈爱 求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 也更多地认识我们的主 我们祷告感谢 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老约翰 告诉神的儿女们 他给神的儿女们写信 正是因为 他们是重生得救的人 正是因为 圣灵已经住在他们的里面 正是因为他们知道真理 他们不是知道关于真理 是他们知道真理 而且他们还知道一件事情 没有虚谎 是从真理里面出来的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地球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教 没有一个宗教 像我们的信仰一样 我们的信仰坚持 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 都是真实的 不是虚谎的 所有其他的宗教 不敢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经典里面 有很多的东西是虚谎的 是凑出来的 根本就不是真实的 你如果一去看 它都是错得离谱的 但是对他们而言 虚谎的 真实的都没关系 因为不重要 但是对着我们的信仰而言 天地都要废去 神的话 却是一点一滴都不能改变 所以他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 从真理出来的 永远都是真实的 一个人 当我们信了主以后 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就是把我们带到真实的里面 我们真实地面对罪恶 我们真实地面对自己 我们也真实地来面对神 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说 反敬拜神的 一定要是在真理里面 真实的里面 还诚实的里面 来敬拜他 我们不能够虚假的 一个人 没有信主的时候 说谎话 对我们来讲 根本不是问题 我们说谎 是不需要打草稿的 但是一个人 真的信了主以后 说谎话 是很痛苦的 因为你每一次一说谎 圣灵一定在里面 责备你 一定告诉你说 这个是虚谎的 这不是真的 不能够再活在虚谎的里面 我们真的感谢主 信了主的人 就是有这个福气 那么老约翰在下面再说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谁是说谎的呢 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 这就是敌基督的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谎言 但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是什么呢 最大的谎言就是 让我们对耶稣基督不够认识 你知道 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 魔鬼他要做一件事 他要不然让人不相信 有耶稣这个人 哎呀这个是 这个根本历史上就没有这回事 他要不然就说 有有有 历史上有这回事 但这个耶稣啊 他根本不是上帝 他根本不是救世主 他不是弥赛亚 他不是基督 这叫什么 这叫说谎的 你要知道 谎言啊 有两种 一种谎言是什么呢 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 叫做谎言 那还有一种谎言是什么呢 谎言是道德中的一种病啊 是灵魂中的谎言 这个是柏拉图说 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所说的这个东西啊 他的源头是不对的 他的谎言的重点 不是说他把事实说错了 他谎言的重点 是要叫人能够 因着相信他所说的话 就不认识真理 就不认识神 有一些人 他今天不认识神 他不只是不认识神 是他不愿意认识神 为什么不愿意认识神呢 因为他相信一个谎言 他说这个谎言 说他没有救的 你知道一个人 如果他说的谎话 是跟事实不符 这个还可以救他 但是一个人相信一种谎言 这个谎言是什么 这个谎言就是 我不要信神啊 这是谎言啊 这没有救的 因为这个谎言是 自己骗自己啊 你有没有想过 圣经里面形容 魔鬼是什么呢 他是说谎人的父亲 魔鬼是一个 自己骗自己最厉害的 你想想看 我们基督徒相信神啊 是根据圣经啊 魔鬼相信上帝 可不只是根据圣经啊 他可是跟上帝打交道 打了很久 他原来是天使长 他知道神的容美 他怎么会不晓得 他不是上帝的对手 他怎么会不晓得 将来有一天 神要把他丢在 硫磺火壶里面 丢在地狱里面 但是他一直骗自己 骗到一个地步 他说不会的 还有办法可以逃的 这种的谎言 不是说跟事实不符而已 这种的谎言 是人故意的不相信神 不相信神所说的话 你想想看 别人不知道 耶稣基督是谁 魔鬼跟魔鬼的楼落 他们可是知道的 主在地上的时候 那些小鬼看到主 都会说 哎呀你是至高神的儿子 但是他们就偏偏不承认 他是基督 他们就偏偏不愿意敬拜他 这是一个不信的恶心 不信耶稣为基督的 这个是从恶者来的 你知道恶者就是要让人 迷惑 他不是不知道基督是谁 他乃是不愿意承认 这一位基督 他的身位和他的工作 在老约翰写书信的那个年代 有一些人他们就说 神太伟大了 伟大到一个地步 耶稣 他不过是个人 他这个人 他怎么可以说自己是神 而且他这个人 他怎么能够说 他是救世主 他如果是救世主 他怎么可以定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太没有面子了 这是一个失败的神 这不是一个成功的神 所以他们不喜欢 耶稣来做基督 所以他们说 基督是基督 耶稣是耶稣 耶稣不是基督 你看看 人不要相信耶稣是基督 就是上帝 人可以想出各样的道理来 他就是要否认这个事实 今天也有很多的异端 很多信仰不准确的组织 他们基本的问题都出在这里 他们说耶稣很了不起 他们甚至有人说 耶稣可以是上帝的儿子 他们都能够接受 但是他们绝对不能够接受 耶稣与上帝是同等的 虽然耶稣亲口说过 我与父 我与父 缘为一 但是他们就是不能够接受 对他们来讲 接受了耶稣 就是基督 就是神的自己 这个他不能承认的 因为 对他们来讲 承认了这个 就对他们的信仰 发生了太大的改变 主 的灵 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如果不认耶稣是基督的 等于什么呢 就是不认父与子的 如果你不承认 耶稣就是上帝 不承认耶稣就是与天父 缘为一的 你根本就是不承认 耶稣是基督 你不承认耶稣是基督 是那一位受高者 鼠的话说 那就是从敌基督的来 你晓得 很多人都相信一个谎言 什么谎言呢 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 都是劝人为善的 条条大路通罗马 所以啊 你看到什么庙都可以拜 你看到什么礼拜堂都进去 而且最好每一个都拜一下 省得 万一你漏掉一个 你就吃亏了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只有一位 而耶稣基督 他与父神是原为一的 如果你不接受 耶稣的宣告 你在耶稣之外 还要再拜别的东西 你就否认了 耶稣是赌一的真神 你也否认了 他是真神 你否认了 他与父原为一 你没有耶稣 你也不会有天赋 今天有很多很多 稀奇古怪的教训 在这个世界上 这些教训 让我们非常的受迷惑 这些教训 常常都是 看起来 好像又有一点对 好像他也讲圣经 那我们怎么来辨别 这么多的异端 而且每年还有很多 新的异端出来 那怎么办呢 你知道有的人 就去研究异端学 其实弟兄姐妹 我们不需要去研究 那些东西 你知道在美国 他们银行里面 要训练一些人 会辨别这个美钞 是真的和是假的的方法 他不是去找各种 假的钞票 叫这些人看 你看啊 这个是假的 这里不对 你看啊 这个是假的 这里不对 不是不是 他们训练一个人 能够认识 这个钞票 是不是真的 他们最简单的方法 是什么呢 他们就是让他 一天到晚 在那边看那个真钞 让他摸那个真钞 看来看去 摸来摸去 摸到一个地步 他们一看到一张钞票 跟他平常所看的 所摸的不一样 他就知道 这个是假的 今天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 面对各样的试探 各样错误的教导 各样的异端 不是靠开异端学 来帮助弟兄姊妹 我们最好的方法 就是帮助弟兄姊妹 专心地爱神 好好的读圣经 等弟兄姊妹 真的圣灵在他的里面 让他越来越敏锐 让他对神 越来越有感觉的时候 神自己 就是他儿女 最大的保护 他一碰到一些 不对的东西 他根本不需要 你跟他讲什么道理 他也不一定 懂什么道理 但是 他里面会有感觉 他就知道不对 我曾经在一个农村里面 就碰到 有两个老太太 这两个老太太 他们信了主以后 他们被主的爱吸引 他们就很喜欢传福音 他们传福音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根本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 进化论他们也不懂 什么什么 所有其他科学东西 他们都不懂 他们就是很简单地讲一个道理 他说老天爷爱你 让他的儿子到地上来做人 为你受苦 要救你 你只要信他 罪恶得赦免 讲很简单的道理 可是很奇怪 神就用他们 神就怜悯他们 哎呀 在乡下 这些老太太 他一个村子 一个村子都走 就一片一片的人就信主 所以他后来服侍了 好多好多的信徒 那有一天呢 来了三个人 那这三个人呢 都说自己是基督徒 就来找这两个老太太 就说我们来给你交通 交通 那么这老太太 当然很愿意了 因为有弟兄姊妹来交通 都是很喜乐的事了 她说好啊 请坐请坐 我们来交通吧 刚刚坐下来 这三个人就说 哎 我们先祷告祷告吧 哎 对啊 这是应该的嘛 基督徒要交通 当然应该坐下来 祷告祷告了 结果 这三个人 往那里地上一跪啊 就开始祷告 哦 这个祷告不得了 这三个人的祷告啊 那口若悬河啊 哎呀 圣经的话用了很多很多啊 哎呦 在旁边看 这三个人这么属灵啊 这么厉害啊 而且你知道吗 一个跪了一个钟头啊 他能够祷告 祷告这么久啊 很有口才 哦 哪记圣经来开始讲 现在这个时代 怎么样怎么样了 以前啊 是什么样 怎么样的事情 哦 讲啊 讲啊 又讲原文 又讲神学 讲了一大堆的道理 这两个姐妹啊 就坐在那里 听啊 听啊 一开始还觉得 他们很棒啊 很佩服啊 可是后来 几个钟头过去以后啊 这两个姐妹啊 里面就有一个感觉 一些不对头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不对头 他们也讲不出来 他们就请这三位说 你们去休息一下 那么这两个姐妹自己啊 就到里面去祷告 那么他们一祷告的时候 恩膏就在里面 让他们有感觉 哦 他们就很清楚 他这一定是异端 他们虽然不知道 他们异端在哪里 但他们里面有感觉 所以他们出来 就跟这三位讲 谢谢你来交通 不过以后请你不要来了 因为我们不想再跟你交通了 哎呀 那三个人气死了 那三个人说 你告诉我 我错在哪里 你跟我讲 为什么地方不对 为什么你不要跟我们交通 这个老太太很有意思 这个老太太她说什么呢 她说 我搞不懂你们错在哪里 但是我里面的当家的 告诉我 你们跟我 是不在一条路上的 你说奇怪不奇怪 其实这两个老姐妹 真的 他们对着很多的真理 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因为他们有一颗 单纯爱主的心 因为他们实在宝贝主的话语 宝贝圣经 所以神就在他恩典和怜悯中间 亲自地保护他们 你知道在末了的这个时代 有许许多多虚假的东西出来 有许许多多的运动 许许多多很热闹的东西 真的是让我们受迷惑 我常常在主的面前 有一个祷告 我说主啊 我没有办法搞清楚这些东西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 我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的时候 我甚至于里面会被吸引 会羡慕啊 你看看人家的工作多有果效 你看看人家可以为主 做多大的大事 但是我跟主祷告 我就说主啊 我没办法 我不懂 我实在是太幼小 求你保守我的心 让我简简单单的 来跟随你 这些年来 主真的有特别的恩典 多少次 我都几乎啊 要去跟随一些 所谓的大事 多少次我都会接受一些的教导 听起来实在是很对的 但是因为主自己的保守 因为恩高的教训啊 里面没有平安 当我羡慕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主面前说 主啊 你保守我 不要任凭我 然后圣灵 他常常问我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会去羡慕那些东西 你为什么想要跟随这些东西 当我来思想的时候 我就发现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我的心里面 我多么地盼望 我可以为主做大事 而神就在我的里面 一直在那里提醒我说 做大事的是耶和华 不是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 就应该做做小事就够了 因为神才是独行其事的 我常常发觉我的问题 就是我希望 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 我却不明白 原来在圣经的里面 思洗约翰的祷告 才是真正彰显身的荣耀 思洗约翰说 他必兴旺 我必衰残 英文是说 He must increase I must decrease 其实 今天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真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越服事主 让神更多使用我们的时候 我们越来学隐藏的功课 让我们自己消失在实施架的里面 让人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就是这一位复活荣耀的主 我们不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声 我们不要人来看我们 我们更不要人来跟随我们 如果人肯去跟随主 如果人肯把荣耀赞美 爱戴归给耶稣 我们能不能够就好像新郎的朋友一样 说我们里面就快乐了呢 还是我们今天非常努力的 就是要在这里做一番事业 你知道很多人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 他很清楚地知道 他在这个世界上 属世的事 他的成就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他不可能再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了 这些人 如今就把他一切的心思意念 放在教会里面 他就想在教会里面 要开辟一片新的天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神怜悯我们 我深深的感觉 那个敌基督 在这个末了的时代 为什么他要能够迷惑神的选民呢 还不就是因为 他能够行神迹其事吗 还不就是因为他有能力吗 还不就是因为他能够让人做大事吗 但愿在主的恩典里面 我们一同来学隐藏的功课 我们真愿意对主说 但愿我们的生命 就是向你忠诚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简单地活在你的面前 你要怎么使用我们 你就怎么使用我们 只要你被高举 只要你得着荣耀 我们就欢喜了 我深深地相信 这是保守我们 不被恶者欺骗 非常重要的秘诀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 我们需要 常常地安静 在主的面前 我们需要常常来仰望主 我们需要他怜悯我们 我们需要他自己来保守我们 虽然 有许多的敌基督在外面 但是我深深地相信 靠着主的恩典 他能够保守我们 直到我们见他的日子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我们虽然愚蠢 我们虽然不是敌基督的对手 但是我们感谢你 你是大有能力的神 我们可以躲在你的里面 你自己要保护我们 好让我们 能够见一面的时候 不至于羞愧 我们祷告感谢 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再见了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耶和华的耶稣基督宝贝的名